有意参选台东市长的先议员洪中凯 24号的上午 在立委刘兆豪的陪同下 发表首波的政见 好街角改善计划 以丰荣国小旁的麒麟地为示范点 将台东县内多处闲置的土地活化再利用 来改善城市的景观 提升居民环境品质和居住的安全 希望能够推动台东成为花园城市 位于光荣路与丰荣路交叉口的三角基林地 开出了一片美丽的花田 吸引路过民众的视线 民进党台东县议员洪宗凯 意识到县内有许多闲置土地被荒废 不仅有碍世荣 且容易成为治安死角 为此提出首波政见发表 好街角改善计划 上午与立委刘兆豪 丰荣里长刘春美 一同在基林地示范点种下花朵 为打造台东成为花园城市 跨出第一步 我们希望这些私人的土地或公家的土地 在闲置没有使用的时候 能够把它做一些妥善的一个使用 未来依照在地居民的一个需求 我们来做三个方向的一个规划 一个是社区的小公园 第二个是市民的农场 还有第三个是小型的一个停车场 这是一个社区彼此互相动员的 能够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社区的计划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计划 让我们台东能够成为一个花园城市 到处都可以看见美丽的花朵 未来将由市公所出灭于地主协议 依照在地居民需求 再造闲置土地 并引入维护管理机制与奖励措施 台东的市容景观 不仅仰赖政府的政策 也需要社区居民共同参与规划 一起为打造台东城市新面貌 共同努力 记者肖家慧台东市报道